该花的花不该花的那可不得花 买大啊不成素成的 买豆腐不好要得标 你这是来搞笑的啊 不想掏钱还嘴硬说不是挨制 你这么又太远计乱了 咱上国外法国欧洲六国旅游 一次一个人就一万八 那辣椒仪还看不出你那点小九九 这真是恶人自由的人收 强东自有强东手 阿姨说这不是来坑我的吗 走这么一大圈 还不是你一分钱也舍不得花 哎妈呀 打一说的钱就又翻脸了 这人还得是越老越精 钱坦不拢那是啥啥都不行 说到底是明白钱难挣 一分一理那都是命 马赶打狼两头怕 都是不能吃亏的 听了大妈一番说死 大爷也放宽心了 紧接着对大妈表白 自己会负责一辈子 哎妈这大爷真不羞涩 随后大妈担心大爷的身体 毕竟年龄在那摆着 这是心里话 这句话就够了 不是这我 话不是我说到半道 我不知道你身体状况什么样 我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的 身体状况你这么新 老年病人上也都有点 但是你看我今天早拿四十多斤 回来超市这么来远 那个那个早市这么来远 所以我歇几歇 我也是够累的了哈 你身体再好你也不定拿回来 这当说实在的 我是把两个搭的伴手 还有个大媳妇 大媳妇就十八斤 那以后买菜呢 就是你拿了 我您真的拿过 你说那个哈 我拿都行 大爷也说了 自己身体没啥毛病 早上还离水桶浇花 又买菜什么的 你不用担心 这相亲看来成了 两人都聊得期待未来生活 王大爷更是把经济大权上交了 看对眼啥都好说 这不大爷开始 敲锣打鼓庆祝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土豪大妈家产三百多平米 身边就缺个能干的老帮手 好容易碰上个幽默的活保老头 还嫌弃人家没水平嘴嘴话多 大妈还真把自己当自产小地主了 田园大妈今年七十五 退休金四千多 现在独自在乡村生活 这浩浩荡荡的可都是大妈的天下 红娘跟着大妈几乎一参观 拿着指南针都怕迷了路 这屋平时住吗 我想搞农家乐乐的 我想找一个能够的人 我脑子也好想 我们想干点啥 我现在还要是办啥厂 他儿子要醒来 我都让他来展的 那我看看你现在住的屋是哪啊 我住的屋是那个人 行 那咱们去那屋看看 这个屋平时住是不是 那屋我儿子有时候来 阿姨这屋 这屋是厅吗 这厅人挺大的 沙发 大沙发 大电视 这大彩电 丑丑这家里的大铁门 这要是挂一串都能当项链 加上这一身红裙 大妈有点像霸道包祖婆 这家既像迷宫又像小别处 红娘硬是花了二十分钟才溜达晚 再看看屋里面的装修配置 豪华程度评比五颗星没问题 咱田大妈还说 别看着生活在农村 自己的品位依旧在线 看看衣柜里华丽的衣服 老师 互相关系 有责任心 有责任心 心地善良 这个大度 对 必须得大度量 咱不处一天 大富大贵 一般的就行 身体好一点的 吃疼吃热的 你说我说是不是就行 看得出李大妈 对未来老伴的要求 并不高 那他和刘大爷两个人见面后 会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吗 我姓刘 刘畅赫 刘畅赫 我姓也叫李亚星 经过对李大妈 一番仔细地打量和观察 刘大爷说出 他对李大妈的看法 不几个 百分比的话 不几个 还没达到六十分钟 而李大妈 对刘大爷 确实一眼相动 看第一面 你觉得咋样 还行 没啥说的 对他印象也挺好 但是这屋 这是不是得 要真是他 是不是得 那这个男的 还真是不错 接下来面对 新衣的刘大爷 李大妈说出了 自己埋藏已久的心愿 在找办打算 就是咋的 没有啥负担的 够生活费了 啥的 攒些钱 两个就出去留的 我愿意留 别的没啥想法 听了李大妈 简单而质朴的愿望 刘大爷 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没相信 我的三天 我现在咋够花吗 三千块钱 差不多够了 我最起码 我能还能 给你攒个一千多 我也挺稀的 这话挺实在 见李大妈 并没有像别的大妈一样 提出每月 要存零花钱的要求 刘大爷的心里 感觉也很满意 接下来 刘大爷拿出了 他事先准备好的 那张纸条 不用念 不用念 我这看着看 我这字不幸啊 要采礼不找 对 不讲理的不找 没有演员的不找 抽烟喝酒 我这都那啥 都不够 看完刘大爷 这五步找的要求 让你使 而且不仅 不用你干活 我还能给你唱歌 让你时刻 保持心情愉悦 你说这么优秀的老头 你去哪找啊 我没事 我会唱歌 我会下场题 上别的玩意 我真不会 你让我 要我跟你唱一个 唱一个吧 唱一个吧 为了原生 那个梦 不生了一杯 自己请 你进行 先不回头 老牛拉车尽不送 青丝变白发 改不了心中的爱爱 要说 这大爷真的是个 不可多得的小老头 条件优越 性格开朗 慈美莫秀的 更关键的是 人家还会疼人 我觉得得好好对人家 人家要是 就是跟我这样子 都挺好的 有病了 我签当产业 得给人治 我要没有实力吧 我还不能说了太多 人家上我这遭罪了 我不能说 我一年给他 就现在 你要跟我过一年 要假设跟我过 就十年给弄十万 二十年给弄二十万 能叫我不说过吗 我不让他给我 你得拿点生活费 我不能拿 都是全是我包着 不仅吃喝拉撒 看病吃要大爷全全负责 每年还得存一万的养老钱 真是包袱不洗脸 大方啊 可大妈就像头胃不保的恶朗 觉得一钱太少 大妈 这是找老伴 不是发家致富在就业 搞搞幸福好啊 你要看着我行呢 像话了 我看着你吧 这个人品也不错 你说的话吧 有点尊喜 我看要是能行吧 你往我提个条件 你就是 咱们一成功成功 说的话 我又想吃吗 可以出足 因为我一年还得 挣一万多钱 那我就是这一堆坏 你看 你看行 咱俩就往下落 不行 那我也没办法 你看我行不行 看你那行 我没啥意见 没想到 杨大爷的自身条件 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那心情 真是哑巴 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大爷对大妈 也甚至满意 行 红娘的处处暗示 大爷都不为所动 觉得大妈从哪看 都是个干活的料 大妈对大爷呢 就更没得说了 经济调听 反正现在来说 还看可以吧 也够我们两个吃的喝 可能也够 真是泪蛤蟆打哈欠 好的的口气啊 就这条件还算可以吗 一般有退休金的老头 还真不会找这种三无大妈 也就杨大爷动机不纯 另有所涂操 只要大妈身体好 愿意跟自己去打工 恨不得立马就领着去北京 蒙在鼓里的刘大妈 还在盘算着自己幸福的养老生活 你也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你就是一个月 给我一千块钱零活 就是我自己 你不管你待家不待家 我想买点啥衣服了 买钱买点啥了 我自己 我不管你 就给你一千块钱了 一个月你给我一千 剩一天外 那吃喝拉大碎都你 那你要是干啥 我不是我干啥话 我这是农村人 我也不是奔你钱 而对于双方儿女 大妈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儿女都大了 咱们不给他们增加负担 但是她也不能回收瓜咱们 对于未来的婚姻 大妈只想找一个老伴 远离儿女安心地过二人世界 大爷的方方便便都比较适合 但大爷过两天却要离开吉林 一听大爷要走 红娘和大妈都急了 听了红娘的建议 大爷的态度似乎并不明了 这是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安排好这件事以后 大妈又说出自己的一个顾虑 没有好身体 你就是50岁我也不肯 起码身体好 状态好 我就怕找的似的大 得跟我走不到一块 面对大妈如此艰难的要求 大爷如实说出自己的身体状况 起初有病以后 我们不能到一块 到一块以后 身体受不了 脑子疼得烈 咱比如说泰卡四多年了 这方面 多少自己春天的时候 感觉好像可以 现在这方面并不是说 挺强烈的一种 不能说是恶行 但是咱不能说是挺好 这个可能达不到 大妈一边听 一边细品的大爷说的每一句话 然后他再次强烈了 生活的重要性 对原来这个年龄 但是又没有这方面 调节夫妻感情的话 好像很难走到最后 因为这个是增进夫妻感情的纽带 是吧 没有这方面 好像是感情会不深 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们两个的综合意见呢 就是看 他就可以去 你有心啊 或者买啊 或什么呀 条件不允许 谁成天 整天到位买包 买那些奢侈品 对不对 如果说你有条件 你有心了 说过生儿 或啥 又给买了 那也不是说非得要那一万多 你也买一千多 那我不要嘛 用这一千 不买一万多 就可以有矛盾 那不是太儿童话了吗 大姐说了 这都是她以前买的 也不会让大哥买名拍包 让大哥别害怕 可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大哥又开始装杯了 穿我也好穿 我也是愿意穿 好穿 我一般你一套都得牵包 你也能看 我现在海参不办 蜂蜜不办 一天早上 三点多 四点多喝一碗蜂蜜水 去走步 走一碗来步 天天 父亲大爷来乡亲 身上必须穿名牌 吃饭必须吃海参 殊不知在大姐眼里 就是个弱鸡 大姐也愿意运动吗 对 我也喜欢 在日本的时候 打打高尔夫打 那个环琳球 然后在家坐着欲佳了 你以为自己实在炫富 但大姐却觉得你在哭熊 大姐这边刚说完 大哥开始有点猛了 你告诉说 那打一场高尔夫对 你挣两千多 我挣四千多 你去一趟花个几千 所以说我不像一个档次人 咋了这是 刚才还又是海参 又是名牌的 现在咋又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了 刚才的优越感哪去了 就在日本吧 他属于一个平时运动 就像个打个平方球那种 但是也是挺奢侈的 因为就是修备这些服装 什么高尔夫包 这些洗衣什么 都是挺贵的东西 大哥听得是越来越猛 自从大姐开口开始 大哥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眼瞅着大哥刚开始 有点瞧不起人的样子 大姐今天高低给你上一课 今天我的生活 来自于是我自己这么大 大姐这头能把帽子摘着 在帽哥看那五官啥的 特别帅一些 打分打七多分 不可燃 咱过得完了 有些鸡鸡在打六十里 奇葩大妈来相亲 全程戴一顶战帽 怪异举动引起大爷的怀疑 那大妈的帽子下面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老姐们请一定不要滑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求国庭72岁 丧后退休金3200元 无独立住房 求大爷之前曾上过我们的节目 他那个孝顺的女儿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大爷告诉红娘 这次要是能够相亲成功 将来俩人就住在女儿 这套闲置的房子里 求大爷的女儿和女婿 都非常孝顺 尤其是她的女儿 非常希望能给父亲 找个称心如意的老伴 这每年的海南之旅 就不再那么孤单了 我姑娘也着急 我也着急 通常的每年吧 我们都上那个南方 海南去游戏 你就是后鸟生活呗 对啊 马上那是特别凉了 天天啊 找伴儿一起啊 为了老爸的幸福 女儿这边也没闲着 他要趁着休假的机会 提前为父亲的海南之旅 做准备 我休假休假 就给我爸过来 看看那些这个老年公月 这个养老 他说北海好 我说先到北海看一下 他就跟着你们费心了 找个好点的阿姨 大哥真有福气 所以作为儿女应该做的 看来现在已经万事俱备 就差一个老伴了 那如今的求大爷 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演员挺主要 因为他生的事情也不多了 你成天经讲年年一起 自己 除了干地里的活 另外金大哥还捣腾过猪 大地底下把生产队都养活猪 淘汰的猪 我上这买回的时候 隔着盖里有一个朋友 他说那啥猪 我买回来就对给他了 假如我花100块钱买的 到这个卖的时候150 说挣50块钱 那时候一天他能挣1块了钱 最多的一天挣800块钱 就看你第一个生产队 能干三年 我再往我们的堆来说 好像就得输一流 我家的房子给农村盖的 花6万块钱 大哥40年前你盖房子就花6万呢 要现在看的房子成天心 年轻时的辛苦拼搏 换来了老年的享福 从啥时候开始不干的 如今老伴因突发脑出血 已经走了十年了 一个人的生活 让金大哥倍感孤独 那金大哥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相貌的咱长的指定也得拿出手 他是成心来过日 如果就上了个提前这样的 我也不想跟这东西接触 就不想出 根据金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起了同样生活在德会的 李小丽 李大姐 李大姐 我让我人欠钱 李小丽60岁 老爸去世 退休金3000元 家住德会 住房面积100平米 李大姐曾上过节目 退休前她是移民会计 后来丈夫出了车祸 她在家照顾丈夫18年 李大姐 上床来 坐那边吧 这边热乎 那边 给这边热乎 坐那边吧 石灰大姐来相亲 二话不说直接上康 现场气氛瞬间变得微妙 结局舒服了 王燕 52岁 李懿 退休金2200元 一个儿子未婚 王大姐如今的退休金是2200元 另外她还在洗浴打了一份工 每个月也有2000多元的收入 王大姐在十几年前就跟前夫离了婚 孩子叛给她爸了 但是跟到我 但是其一那年她走 我俩那时候我俩自己出了一下 我俩出了六年 我俩结婚的时候 她家拿100块钱 我们俩自己挣钱结婚 王大姐结婚时 婆家只给拿了100块钱 之后二人白手起家开始做生意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丈夫竟然出轨了 那这就是因为她干这个 我们家包孙儿婆了 完了之后吧 就是总是买件买件的 就跟那孙儿娘家相见的女 他们俩吧 已经别人都知道 就我最会知道的 离婚后这十多年时间里 王大姐一个人把儿子抚养长大 如今儿子已经28岁了 和女朋友一同在南方工作 对于未来的老伴 王大姐打算上农村去找 农村的也其实也挺好 我们的孩子她爸也是农村的 现在给农村啊 你说人家 你要是干点啥的 也挺好 王大姐认为城里的喧嚣 还是比不上农村静谧的生活 那善大哥能是她想找的那个人吗 你看咱赵大哥家 这就是大哥家那个孙儿 你感觉咋样吧 你这环境过着啥的 有的怕那个从城里来的 怕适用不了 这个倒没问题 一到善大哥家住的小屯 不过来的 不过来的